三位好,先自我介绍一下 你好,我是来自香港的十八旅胡永祥 我是十八旅的林简锋 我是十八旅的王沛宇 那你们讲一下跟北极星怎么认识,好不好? 然后会有这次的一个服务 这个我是五年前 我参加一个国际的大露营 认识北极星童军堂的里面一个领袖 他今年他说他们六十五周年的大露营 邀请我们过来 我是听吴叔说 今年在台湾有一个大陆人 我就从来没去过香港一爱的大陆人 所以今次跟吴叔来到台湾参加解释的大露营 明星 不认识 他带你来 你们团来多少人 我们来这次大露营三个领袖 三个领袖,就你们三个? 就是我们三个 为什么会在医护组? 你们是有医疗工作背景吗? 因为我在香港是做救护的 所以他说你在香港做救护 不如来到这里帮一个医务组 我说没问题 你们两位有医护背景吗? 还是也是跟着他 对 那讲一下从昨天到今天 小朋友大概都是什么状况 来医护站的 我想昨天跟今天 大部分都是因为天气比较热 好像比较多 这个月衰竭的现象比较多 可能另外有一些是碰伤 一个小小的碰伤而已 三位讲一下你们个人参加童军的经验 其实在童军上 有没有特别的一个感想 应该参加都蛮长的时间了 我参加香港童军大概十多年 十多年 我希望就是利用我的时间 还经验去比年轻的一代去学习 是是是 你们两位讲一下童军的那个经验分享 我就从小童军就开始童军的生涯 但是我从高中的时候 因为学校的考试就比较多 所以我就当时就没有再继续去童军了 但是现在开始有多了一点空谈的时间 所以我回来帮武术手去当幼童军的年轻 所以其实蛮开心的 年轻回来当年轻 是是是 我是带小童军的 五岁的 五岁 他是小童军 小的 现在这么大 看他从这样到这样 很开心 他们都教了我很多东西 加入几年的时间 十几年 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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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三位